大家好我是Bivi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基隆珠基障传送的视频 昨天他就 刚刚就更新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有那个 佛丽莎可以抽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佛丽莎的属性吧 其实我已经看过了 相当的强 实在话 还行啊相当的强 你看这个 打击射击防御 哇双重我这是双重 打击跟射击防御力都提升双重的 然后呢对赛亚人还是打击 提升百分之二十 对标签 佛丽莎军自身造成的伤害 提升百分之十五 是伤害我啊伤害 感觉是真的 真的是强 真的是强 而且呢我觉得我之前有想过 组一个队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勇士特战队 是叫勇士特战队 应该是叫勇士 勇士特战队 我之前有想过组个这样的队的 如果说我能够抽到这个 这个家伙的话呢 我就应该会去组一个这样的队 他们整体加的提升都是挺高的 加起来的话它提升是挺高的 这个新能力加起来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吧 菲莉莎 不算是属性上面说不算是特别出众 但是呢它的这个 嗯 还行吧 如果说你能抽到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还行 但这个家伙的话 我觉得你要是抽中的话 你可以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组个勇士特战队 如果说哪天我抽到了 我组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这个视频 它除了有这个 我看一下它还有 我刚刚已经把它做完了 还有这个剧情任务 还有这个 我已经把它做完了 除了那些 除了那些道具的话呢 就都是指定人用的 所以还是比较 不是很实用吧 如果说你的队伍 都是以前的那些角色的话 不是那么实用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然后还有个每日的灯 每天登录的时候奖励变的 肯定大家都知道怎么选的 也不过我都说的 大家都知道怎么选 肯定是选那个钻石 然后肯定是选那个灵魂 大灵魂 灵魂二 超级灵魂 第三个的话呢 一般不随便 反正我都是选跳过卷 那今天最主要的内容呢 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想跟大家说 我们来分析下这个游戏的走向吧 怎么说吧 这个游戏 我们已经更新了 这几个版本 出了这些个英雄 这些个角色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呢 他出角色每一次出他的 那你看我们这个苏母范 这苏母范也很强 这个也是实在话也很强 他每次出发 他都觉得都很强 你看连个这个队长 这个是我们说三流角色吧 他的属性都这么强 所以说 除非你特别喜欢某个角色 我才会建议你这个实抽 这个实抽 除非你特别喜欢他 一定要把他抽到手 要不呢 我不建议你去抽实抽 我也不建议你去硬的 要抽哪个角色这样子 因为好的角色他总会出来的 不是很计较的 然后呢你看 他每天不是都有个20吗 每天这个会有第一 每天第一次都是有20的 就是20专时就可以抽到的 那我每个都有20 那我们一共有三个都是可以抽的 就是说我们一天呢 一天有15%的机会 我们可以种一个SP的英雄的 其实这个几率还是蛮高的 因为其实我前天跟昨天 我昨天跟前天都是有种到一个SP英雄的 不过呢都是种一些旧的 种了一个Pan 跟种了一个Bic 但怎么说呢 他这个每一天都有5%的机会 就是现在有一天都有三个 那一天都有15%的机会 其实是相当高的机会的 所以我真的不是很介意大家 要说是抽哪个英雄 是抽哪个英雄 因为钻石真的不多 而且呢卖的真的很贵 我这边看一下我这边钻石的话 我还是没买过 但是我知道真的是很贵的 反正30块钱吧 那我们说的是 这边是指的是美金 30块钱 你看原价要60块钱 也就是说差不多要去到300多人民币吧 300多人民币才有2000个 真的是很贵的啊 真的是很贵的 就是说只要你不动不动就10点抽 动不动就10点抽 其实你每天都保持这个 当次抽就是20的时候 你做些任务他都能够拿到那么多 你基本上你就长久下来 你不用充钱都可以 除非你的运气特别贵特别贵 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 每天都保持抽每天都保持抽 你都是抽不到那我没什么好说 每天都有百分之 不是每次都有三个一起的了 有时候一个是两个都可以 每天都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机会是很正常的 你都抽不中的话 那我真的没什么好说 所以呢 这个视频最主要的是大家要控制 控制制你自己 不要 不要去 不要冲动哦 冲动是魔鬼 除非你真的是打算冲钱玩这个游戏 你就每天就悠悠在来玩你的 刷刷等级啊 刷刷灵魂啊 刷刷钱啊 生生英雄啊 打打PVP啊 然后每天都坚持这个当次 有奖励的时候 就是那个每次每天20个钻石可以抽一次的时候 你去抽 我相信大家玩久了之后 什么英雄都会有 当然你说 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怎么 对比这个英雄的那个能力啊 其实真的是一个星 两个星 三个星 四个星 六个星 七个星 它的区别真的不是很多 我上次有看到一个 跟PVP的时候打的对 他基本上英雄都是五六个星 肯定是充钱的 不充钱不可能的啊 我也把它打赢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强 这个游戏 我是觉得 只要你有一个 你的自制的SP队 打起来 你稍微练下技术的话 真不吃亏 不关心的是 它比我多两个星 比我多三个星 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太在计这个东西 那么呢 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某个角色 那我会强烈的建议你 你就直接重新上档 重新下载游戏 重新去刷手抽 反而会更加划算一点 那如果说真的是要重新抽的话 那我觉得现在 到目前为止 真的也没有哪一个角色 我是觉得逆天到 逆天到什么 逆天到必须要有那种程度 我觉得是没有的 哪个英雄他 哪个角色他都是有用的 都是可以打出很好的效果来的 都是可以打出很好的效果来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也不需要 如果说你都已经是二十多集 三十多集的话 真的不必要去刷手抽这些东西 如果你就只有10来集的话 刚刚开始玩的话 那么呢 你真的 你就可以去刷一下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 比如说这个波罗链 他还有六天就结束了 还有六天就结束了 那也就是说 像他这个套路的话 就有些角色 你就在特定时间 你才能做得到 你过了这个特定时间 他就没有了 他可能就这样 就想你喜欢 冲钱去刷刷刷之类的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的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 是打算冲钱 玩这个游戏的话 那也是一种 我是觉得一种成就感吧 比如说你有 你能够抽到 抽到这个 弗里沙的话 我是挺喜欢弗里沙的 我当然也希望 我能够抽到 但是抽不到的话 我也没办法 那么呢 我记住 记住我的话了 冲动是魔鬼 那么呢 大家既然都说 看了我的视频 其实也不多 应该现在很少人看我的视频 那我就来一次实抽吧 给大家 冲动一次 给大家看一下 我基本上我不会冲动的 我冲动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也许我能够爆出一些东西 或者是呢 大家都看到我都是蓝色的 大家也 大家也 不要再冲动就是了 看到这个 这个场景就是不理想的 打成这样子就是不理想的 基本上有可能是 是爆平的了 嗯 大家是看到我都是 没有没有SP的话 大家也不要 不要想什么 嗯 很正常的就是的了 嗯 好 很正常的一次啊 很正常的一次 那大家记住了 冲动是魔鬼 希望大家可以控制住 每天就保持 那个我们说的 那个 二十二十二十 就可以了 不要 不要去做十年抽 但抽到一些新的角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可以对 团队有什么影响吧 就是看他的性能力 像这个加二十一的灰心 是相当的好的 嗯 这个就很 这个就真的 这个很肥的 这个 Resa的第二状态 很肥 这个角色应该 应该在游戏里面的话 应该挺好看的吧 我觉得 挺大哥的 嗯 好 那这期视频就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 可以 像我所说的 控制 控制一下自己 好吧 这是很重点 重要的事情 都是说了好几次 大家不要嫌我啰嗦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慢慢的玩这个游戏 然后呢 玩到最后面 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那个角色 而且是强的角色 而不是说大家 玩到最后面 都是没有钻石的 钻石一开始 纯是很简单的 到后面我相信 是越来越难纯的 好 那谢谢大家收看 这期的视频 喜欢的话 请关注我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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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